接下來要將鏡頭轉到南韓 一起關心南韓性別平權及統治運動 作為亞洲第一的臺灣同婚合法化 已經建滿兩週年 看在許多國家的性少數族群眼中 相當羨慕 而臨近的南韓 同域人士與公民團體 正在從制定禁止歧視法起步 先從性別主體認同 不受差別待遇開始 希望邁出重要的一步 不過仍有不少團體 如基督教會等 不僅向政治界施壓 要求撤回禁止歧視法的制定 還接連出現了打壓性少數者 與挺同人士的行為 南韓的同運可說是舉步維艱 一起來看駐韓特派員 楊潛豪的追蹤報導 臺灣地圖和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顯著地出現在螢光幕上 每年夏季正式首爾同事遊行登場之時 卻因新冠疫情而連續兩年喊停 主辦方只能以線上展覽取代 並企劃一系列介紹世界各地 同事遊行的直播節目 來凝聚 對新少數族群的相信力 在台北同事遊行的南韓參與者 也開心地分享自身經驗 歸年來南韓同事遊行都遭遇各種干擾 其中二零一八年的人川同事遊行 更碰上基督教與反同人士組黨 現場性少數者甚至受到威脅 迫使遊行提前結束 在南韓反同基督教派聲勢龐大 就連聲援同事的基督教牧師 也屢遭打壓 磐石相鄰教會的林保拉牧師 多年來現身同事遊行 力挺性少數族群 更參與酷兒聖經注釋的翻譯工作 將西方進步神學觀點引進南韓 但翻譯還沒開始 林保拉就先被南韓八大基督教派 以主張上帝賦予人類多種性別認同 聖經並未禁止同性戀為由 列為異端 神職人員與信徒 被嚴禁與林保拉交流來往 否則將被逐出教會 雖然被列為異端 林保拉仍在自己的教會 為信少數者發聲 但另一位尋道位理教會的 李東煥牧師 處境則更為艱困 成長於保守教會的李東煥 原本也對同志 抱持罪惡與否定觀感 直到二零一三年 一場幕會上有信徒向他出櫃 使他改變對同志的態度 抱持深愛世人的想法 李東煥在二零一九年 與林保拉一起在仁川同志 遊行上主持祈禱 卻因此被教會停止兩年 接連的上訴也告失敗 保守基督教會主張 聖經清楚說明 同性戀是罪惡 李東煥則認為 對聖經的詮釋必須與時俱進 為動性戀時俱進行為 為動性戀時俱進行為 記者俱進行為 有關於藥的 當時的優惡 有關於藥的 當時俱進行為 不明為動性戀時俱進行為 信用詳進行為 被解決的 近年來世界各國面對 性少數族群 見區友善與開放 天主教教宗方濟各多次提及 應該包容接納性少數者 甚至力挺同志成家與法律保障 但李登煥表示 這反而激起南韓保守基督教派的危機意識 走上更激進的反同路線 而南韓政界推動 性少數者平權運動也面臨困境 盧武宣執政末期的兩千零七年 南韓政府提案制定禁止歧視法 將性別認同列為不可有差別待遇的項目 基督教會卻主張此條款 形同將同性戀合法化而強烈反對 法案延宕十四年至今仍無法過關 目前在國會中持續推動禁止歧視法立法的 是進步小黨 正義黨 曾任黨魁的國會議員沈湘丁 在二零七年總統大選電視辯論會上 這與兩大陣營候選人針對同志議題 展開塵槍舌戰而受到海內外關注 marc군國會議員沈湘丁 從東雷戰力清除天然 在國會上有策略稱之長 Scot宗神理娥老師 此 object 所以就來自他用 加油 讓你加ате 對瀑零雲から 中文字幕志愿者 各項民調都顯示 南韓多數民眾認同性少數族群 不該受到歧視 也贊成制定禁止歧視法 但KBS電視台一一詢問 國會共三百名議員 對禁止歧視法的態度 包括其次過半的共同民主黨在內 總計有兩百零六名議員拒絕表態 沈湘丁表示 擁有龐大影響力的基督教會 反對立法 讓各政黨意識到 得罪基督教將不利於取得選票 而不僅執政黨 就連處於在野陣營的沈湘丁自己 也屢造施壓 冒著小黨生存困境 沈湘丁仍拒絕向教會妥協 最終高票連任國會議員 反對禁止歧視法的極右派團體 面對打壓性少數族群與支持者的形勁 但是 要求制定禁止歧視法的國民請願案 在二十天內成功募集到十萬人連數 依照規定連數若成功 國會的常任委員會 就得排入議程展開討論 但經過兩個月 佔多數席次的共同民主黨 另外多提出的兩個版本草案 卻都未排入時間表 能否在大選前處理仍是未知數 首爾市馬普區的一間迷你一郎 正在展示各種變裝人式的攝影集 這當中有女性展示男性化的姿態 也有男性選擇裝扮成女性 他們都樂於展現不同面貌的自己 而負責拍下這些照片的 是今年二十七歲的攝影師文永明 多年來他專門為包括變裝人士 在內的性少數者拍照 而在南韓享有盛名 又要表現的是我對我為願意可 而設定性化的選擇 而是否有任何選擇的 展示彈成的擇作為 要改善行為的 這一次 首先,男性和女性的 展示彈性的滅能力 採取的擇勞是很難以為 我會再決定 將會再想起 再想起一遍 再想起 傳出 和 特色的 特色的 有無知的 不自然 文有明鏡頭下的其中一位變裝皇后 是南韓知名的童韻藝術家 颶風泡菜 自2014年開始 嘗試變裝的她 除了發起 南韓的變裝遊行 還參與 音樂製作 為K-pop注入新影元素 隨著韓流影視內容的興起 加上美國Netflix平臺上推出的實境 節目 盧保羅變裝皇后秀 也有韓裔人士參與 連帶提升 變裝在南韓的能見度 颶風泡菜也力圖趁勢在南韓推動 變裝大眾化 希望為隱藏在社會的 性少數者帶來做自己的力量 但疫情影響 變裝藝術家如今也失去表演舞台 而就在八月底首爾視聽還駁回了舉辦同志遊行的首爾庫兒祭典組織委員會 申請登記法人資格 首爾視聽指出 過往在活動現場有人過分裸露 加上販賣描繪性器官的商品有違法疑慮 就連活動同時得出動警力預防反對團體衝突 也成為拒絕的理由 同運的連串受挫 對南韓性少數運動者而言 似乎已經習以為常 目前他們只能期盼 在非常時期 當下不放棄希望的堅持 每個國家的統治運動雖然民俗風情不同 但是要整個社會不斷磨合溝通 臺灣同婚法通過兩年來也仍在經歷不同意見 與不同團體間的折衝過程 也希望臺灣的經驗能讓南韓參考 在平權度上多些指標 少些冤枉路 謝謝您收看今天的獨立特派員 我是陳婷宇 我們下次再見